哈喽小伙伴今天晚上带大家来弹龙天地这边逛一下 我现在已经到了路口 刚到路口就发现这边有一家巨大的星巴克 应该是星巴克的Reserve 到这边是傍晚的时间 我觉得还是挺漂亮的 你看这边是这种古香古色的感觉 然后我就带大家往里边走一走了 这是里边的一条主路 今天我就带大家逛一下这边的蓝瓶子咖啡 别的几家店我都去逛过 但唯独这家我还没有来过 是因为有点远 我觉得这边晚上的氛围还挺好的 这边有个Gaga 我经常在这边吃他们的汉堡 蛮好吃的 但不是这家 是星天地有几家 这边的店铺还是挺多的 还有一些运动品牌 哇哦 走到这边我看到那边的房子的时候 我感觉有点像到了苏州一样的 哇哦 走到这边真的感觉就好像是到了苏州啊 很安静很漂亮 此时此刻我只想多看几眼这边的景色 你看他们这边呢 还有一些活动的日历表 在这个他们的公告栏上面 这个演出对吧 这边有一个Tim Horton 在往里边的小巷子里边走一走 哈根达斯 香菇色的感觉 这边整个这个小巷子都是这种感觉 小笼包的嘛 你们现在就往那边走 哇 这个店有意思啊 深井冰店 这边你看有一个香花桥 这个桥呢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历史的一个桥了 这个要比我想象中的大一些啊 我走到这边又有一家星巴克 两家星巴克 这一家我看了一下它是用全自动机器 哦对面有一家Siso 还有Loco是Wagas下边旗下的 到了这个蓝瓶子咖啡 上海的蓝瓶子唯独这一家还没来过了 所以说进来喝一杯 在这边 哦它是两边都有 这边是客座的区域 对吧 但是里边没有太多太多人 这边是咖啡吧台的区域 这是另外的一侧 另外的这一侧呢打开了之后是可以坐在河边的 这边就是桥 所以说它这个店呢是分成两边的 我就能想象到就是白天的时候 坐在这边河边点杯咖啡点一个华夫 哇那这种感觉就非常棒 所以说它的这个店呢是分成了两边的 今天的月亮也是格外的圆贼圆 白天的时候点杯咖啡 坐在河边感觉就很安逸 晚上这边的夜景 你看我们进来喝一杯吧 喝喝看 烈日华夫吧 然后喝的猪骆驼吧 猪骆驼 猪骆驼我们亮光稍微小一点 是115毫升 可以啊 它表示咖啡的风味可以的 点一个它的quartado 还有一个这个华夫 你一直来吗 哎对 待会晚一点可以给你介绍一下老店 店的话也是老建筑 这真的是老建筑 我以为是新建的 没有没有没有 那这边是新建的吧 对这一半是新建的 这一桩是老建筑 哦 它还是会有一些老的建筑在里面 哦哦 了解 然后你们只是负责里边的这个装修设计 这块对吧 哇这个梁一看确实是那种老旧的梁 他们周边的区域 我们国内还没有蓝笔子的时候 我就在美国还帮朋友买了几个回来的 这个 这边还有一些冲泡的器具 今年是甲城龙年 所以我们用了一个青色大地 国内的瓷器非常的漂亮 像是一个灯一样的 是的 然后这边有一些纹路 我们可以把它解成为龙的鳞片 对吧 这些纹路 嗯对 一小片一小片的这种 对的 对的 轻轻点点的感觉 是 然后这边有一抹红 为了应景冬年新年 我看一下里面是什么 就啥都没有 哦它是外边的对吧 对的对的 然后这下面的话还有一个这个出函 也是配对的 然后也是给你在发明年了 哇感谢 对 还有一个是 这个是我们最原始的嘛 然后当时它是最漂亮的 哦 对吧 是的 对这是我们中国瓷器的一个 比较特别的地方 因为每个国家的瓷器都有自己的 对不一样 是的 然后我们的瓷器的话就是会更润一些 看起来会更舒服 对 然后再加上这个 这个大小的话正好就是一个手握 刚刚好 对 拿来喝茶喝咖啡的很难 哇挺有感觉的 这是一个大门 对 它是一个清晨一个传统结构 叫爆煞式结构 然后是前店后宅 两边住前边做生意 对 它的最后一院局 最后一次经商的话速度没你去 嗯 然后那些十吨子的那些都是 对 这么小的杯子拉花拉得这么好 我手中疯狂动 哈哈哈 它有点紧张 哈哈哈 可以的 我特别喜欢你 你看吧 厉害厉害给你点个赞 这个华布饼它用了一个扇形的绿纸 然后这是点的这杯芝菇罗托 然后它们萃取的比例是说很浓 是1比0.8的一个萃取比例 通常我们做咖啡的时候 就比如我自己平时做咖啡的话 我会催到1比1.5到20斤 喝一口 哇哦 真的超浓郁 浓浓的这种黑巧坚果的感觉 它的这个黑巧坚果的冲击感更强 因为它浓度更高 它就好像是吃了一口这种 坚果巧克力的这种蛋糕之后 嘴里边留下来的这种黑巧的这种香气 高浓度的再配一个甜的就很不错 它里边应该也是有珍珠糖的 珍珠糖是有点大块的 就是嚼起来脆脆的很好吃 我觉得如果要是来兰屏的话 就真的点一点它经典的东西就行了 对吧 华肤比较经典 植物罗托比较经典 咖啡也是最后一口的 刚才店员跟我说 他们也保留了最初的他们的一个格局 你们可以看就是这边的凳子桌子 这块区域呢以前是他们居住的床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呢是之前的他们的一个书桌在这边 所以说他们整个这里边的这个布局 跟他们以前原始的布局是比较像的感觉 已经逛完了小伙伴们 在上海的朋友啊 我还是很强烈的推荐一下 来这边逛一逛的 因为整个这个盘龙天地的规划也非常漂亮 里边的咖啡店也很多 喜欢拍照的小伙伴 来这边也很出篇 我改天再重新策划一下 白天再来一次了